问国际金融股 当然加息周期大家必然在想国际金融股 究竟今年是不是会发威 其实也有些在发紧 他就说想问汇控和美股 GS和BAC 首先这样说 美国和香港这边的股份有点不同 但是两者 我都会觉得不要选择太多国际严谋的公司 最好不要太前卫 选择一些当地地的感觉会比较好 例如就算是汇控 当然这段时间会比较劲 但是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我记得上次也有说 如果我在香港上市的银行股 我就宁愿选择本地一些 即是恒生 二三八八 最重要是因为去年大家对他们的遗忘 第二就是大家去看究竟他会不会突然间 即是我假设楼市不会有什么大落的情况 仍然那个loan growth会回来的 是的 但是我不会太大憧憬了 因为我对银行股有一定保留 无论究竟是香港还是美国那些 因为记住 我如果看银行股 我会看两个引擎 一个是到底息差 第二就是到底经济是否真的向好 那好像这两者呢 有点大家互相对打 这段时间 如果它息差做得 简单一点 如果大家觉得息率还可以升高 经济还可不可以这么好呢 这个是有点尴尬的 所以我要留意了 第二就是其实刚才那位观众问得挺好的 因为其实GS就是其中一种 我会说这段时间是要避的股份来的 即是高敏这些 或者MS这些 这些是上年的银行股当中 我就很喜欢的 但是呢 其实如果大家 应该上次当我开始提到 其实美国的金融股的资金 不是那么跟着大家的思维去想的 就是大家去想 应该会受惠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钱不跟着 谁知道高敏、MS这些 或者JP Morgan 全部出来之后 都是有点强差人意的股价 是的 尤其是GS是最有科技股的感觉的 哈哈哈哈 就是一下子死了下去 是的 所以其实我会这样说 就是你都要想一下 究竟金融版块是否真是你想像中那么好 是的 我如果去选 可能我迫着选 就是选BAC 是的 但是我 其实我宁愿我选Wells Vargo 即是如果那三个就BAC 如果不是港股就宁愿2、3、8、8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的 是的 或者你说真是再Local一些 可能Wells Vargo那些会好一些 就是WFC 因为始终BAC 都叫做国际业务商量也不少 是的 很有趣的 这段时间金融股好像越选Local越好 嗯 不是 稼僭 敬越来 稳 République